大家好,Channel 正所謂澳門直路最難駕駛 很多人駕駕駛直路都會撞到一邊 應該是今早有網友貼一條影片出來 見到有輛黑的不知為何駕駛駛 撞了海立坊旁邊行人路道 撞斷了一棵樹 撞之前還刮到前面的士的車尾 影片應該是後駕駛的司機拍的 他一邊拍一邊說 大探說幸運 幸運不是前面的車 否則分分鐘被撞 有網友說 邵氏的的士佬不知是否還沒睡醒 香港腳發作 還是要避流浪狗所以撞過去 看來的士佬沒有受傷 不過一棵樹就很傷 不知賠多少錢 有內地的網友說樹一般要進行公物打架 說以前在珠海聽過 撞爛了一棵樹要賠二十多萬 這一棵不知多少錢 可能也要三幾皮 我覺得 交通意外 就算人沒有受傷 但如果撞到一些公物 例如防撞欄石膊 鐵欄這些防撞設施 車主隨時破財 現在我就不知道澳門那些怎樣計算 因為很多公共設施 賠償計算方法又不知怎樣 不過看報道 在香港 老政署曾一位駕駛人士撞毀工物 向當事人索償40萬 毀壞工物的賠償金 老實說 政府公共設施 政府自己招標製造或買的時候一定很貴 人工又特別貴 所以撞爛了可能也很和味 好 這集看到了 如果你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